历代至下第十八章 约沙法的财富很多,极有尊荣 他和雅哈也结了亲 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瓦利亚去见雅哈 雅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很多牛羊 又怂恿他一同上去攻打激烈的拉莫 以色列王雅哈问犹大王约沙法 你愿意和我一同到激烈的拉莫去吗? 他回答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 我必和你一同作战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的话 于是,以色列王召集了四百位先知 问他们 我们可以到激烈的拉莫去作战吗? 还是不要去呢? 他们回答 你可以上去 神必把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问 这里不是还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也可以向他求问 以色列王回答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 我们可以向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不喜欢他 因为他对我说的预言都是凶话 不是极话 这人就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 约沙法说 王不要这样说 于是 以色列王召了一个太监来说 快去把因拉的儿子米盖亚召来 那时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各自坐在王位上 穿着巢服 坐在桑玛利亚城门口的广场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嘉 自己做了些铁角 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用这些铁角 抵触亚兰人 直到把他们完全消灭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你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 必得胜利 因为耶和华 必把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那去找米盖亚的使者 对米盖亚说 看哪 这里的众先知 都异口同声地对王说极话 请你与他们一样说极话 米盖亚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盖亚来到王那里 王问他 米盖亚 我们可以到激烈的拉莫作战吗 还是不要去呢 他回答 可以上去 一定得胜 他们必交在你们手里 王对他说 我要嘱咐你多少次 你才会奉耶和华的名 对我只说真话呢 米盖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人 四散在山上 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这些人既然没有主人 是他们平平安安 各自回家去吧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不是早告诉你 他对我说的预言 总没有极话 只说凶话吗 米盖亚说 米盖亚说 所以你们要听 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 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君 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 以色列王雅哈上去 好使他倒闭在 激烈的拉末呢 有人这样说 也有人那样说 后来 有一个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 你怎样引诱他呢 他回答 我要出去 在他众先知的口里 成为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你必能引诱他 并且可以成功 你去这样行吧 所以 现在耶和华 把谎言的灵 放在你这些 先知的口里 并且 耶和华已宣告 灾祸必灵到你 基拿拿的儿子 西底加走前来 打米盖亚的脸 说 耶和华的灵 是怎样离开了我 去与你说话呢 米盖亚说 你进密室 躲藏的那一天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把米盖亚 带回去 交给市长 雅门 和王的儿子 约阿师 说 王这样吩咐 把这人 囚在间里 少给他 食物和水 直到我平平安安回来 米盖亚说 如果你真的可以平平安安回来 那么耶和华就没有借着我说话了 他又说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于是 以色列王和尤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默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仍穿巢服 于是 以色列王改了装 他们就上阵去了 原来亚兰王曾经吩咐他的战车队长说 无论是大小的将兵 你们都不要和他们交战 只管攻击以色列王 重战车队长看见约沙法 就都心里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于是都绕过去攻击他 约沙法呼救 耶和华就帮助他 神又使敌人离开他 重战车队长见他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回去 不再追击他了 有一人随意拉弓 竟射进了以色列王的铠甲中间的缝隙里 王对驾车的说 你把车转过来 载我出阵吧 因为我受了重伤 那天战事越来越激烈 以色列王勉强站在战车上 对抗亚兰人直到黄昏 日落的时候 王就死了